各位嘉賓,各位學長,各位學弟,各位學妹,不要說學者 今天我們是英皇書院八十週年校慶講座的第二講 主題是《香港的文化保育》 其實這個講座就是我們八十週年校慶其中一個項目 陸續也舉辦其他很多項目 其中一個日子我希望大家記一記它 7月15日會展我們一個希望很多圍的聚餐 有關的詳情已經在我們的網頁上有詳細的資料 除此之外也有其他項目 如果最近一次我們可以回到母校參觀的話 就是在接下來的3月18日 我們有一個Games Day和Open Day 亦希望大家回去學校看看現在的情況 時間就不阻礙大家 今天我們得到幾位校友一起為主持的講座 首先我們將時間交給曾文彪,我們的Modelator 好嗎? 下次開始 謝謝 各位來賓 各位學長 各位同學 各位老師 多謝 首先歡迎大家來這個講座 因為很難得有一次可以看到很多熟悉的面孔 大家可以聚首一堂 今天的講題就是文化保育 雖然這是一個很大的題目 文化簡單來說是人類創造精神財富的精神財富 包括文學藝術、教育科學 甚至所有人類的活動都可以稱為文化 保育這個字令我們聯想到建築遺跡的保存 通常每個社會都會挑選一些建築工藝 或者建築佈局比較突出 或者擁有一些劃時代的構思 或者能夠反映時代 或者可以反映一些歷史事件 人物的痕跡 選擇一些這樣的遺跡去保育 這些遺跡多數都是有不可被取代性 和獨特性的 舉世都知道的例子 大家都很清楚 例如金字塔 哥德式的教堂 巴洛克式的皇宮 甚至一些廣場 或者堡壘 在全世界 有一個公約 就是聯合國 教科文組織的世界遺產公約 它裏面也指定了全世界 文化加上自然的世界遺產 已經有八百多項 最接近我們的中國 都劃定了大概有三十項的世界文化遺產 而最多這類劃定的文化遺產 的國家就是 是意大利 或者西班牙這些國家 很籠統地說 這些 意大利和西班牙國家 他們都花了很多的人力物力 以及抵禁了很多歷史 不穩定的因素 去維護這些文化的遺跡 一般我們都會非常羨慕 他們這些國家 有這麼多豐富的文化遺產 回來我們香港 有一個很繁華的海港 有很璀璨的夜景 亦都是非常有吸引和有魅力 我們香港亦都是 並不缺乏一些 地標性的建築 大家都熟悉很多 美倫美援的高樓大廈 但是 除了舉例 我們尖沙咀的鐘樓之外 有多少 香港的 建築物或者地方 是值得 我們去參觀 以及對我們 可以的歷史 以及對我們生活 產生一些靈感 有多少這樣的地方 在香港 畢竟香港的開埠時間 只是不足夠200年 而我們一般的市民 對於文化保育 亦都可以說是比較被動 香港有一個 古物諮詢委員會 亦都有一個 古物諮詢 古物的法例 界定了大概 現在香港有80項的 古物法定的估值 究竟 究竟我們現在香港的 古物諮詢委員會 的權力有多大呢 他們的功能 有些什麼呢 香港最近有很多 熱烈的討論 包括西九龍文化區 中區警署 都是很多人關注的 一些文化發展 和文化保育的課題 究竟香港怎樣才可以 做得好些呢 我們進行文化保育的時候 需要注意些什麼呢 一般的市民 有沒有表達的機會呢 我們希望可以藉著 今天的論壇 大家可以多聽 一些專家的意見 另外可以 日後多些關注 和參與文化保育 這件課題的 我們很幸運 英網書院 三十多年前 收了三個學生 他們今天 可以說是獨當一面 在社會上 對於文化保育 有很獨特的意見 和抱負 我們今天就讓他們三位 幫我們打開文化保育的大門 首先呢 要介紹林謝玲學長 就是我隔壁這位 林學長呢 可以說是一個 我認識的建築師之中 是非常特別的 因為他在1988年 或者甚至之前 他已經開始做股物 復收和 研究的工作 他也都在 香港大學 教授一些 古蹟 維修的課程 他也都在他的工作裡面 拿到很多的 全世界的 認同的獎項 包括聯合國 教科科文組織的 亞太區文化遺產 保護榮譽長 他曾經參與過的 復收的項目 也都多不勝數 其中比較近期的 有 嚴田寺聖約室小堂 還有 我們中環的 天主教聖母 無言罪教堂 我們很高興 林學長今天可以 跟我們介紹一下 如果我們是要去 把我們的武校的校舍 英皇書院 要界定它為古蹟的話 有些什麼是我們要知道 和注意的呢 謝謝林學長 各位嘉賓 各位學長 各位師弟 各位師姐師妹 還有何校長 今天多謝大家給我一個機會 講文物保育 我主要就集中講 一個建築物的保育 善和面 我就交給另外兩位學長 跟大家分享 第一個最大的問題 我們英皇書院 我們武校 大家都現在遇到的問題 就是我們英皇書院 張惠炳 列作這個法定古蹟 如果大家看報紙 好像東方日報一月 都已經提出了 古物古蹟辦事處 經常洩一些資料 在外面 想增加壓力 讓大家說 現在我們古物諮詢委員會 覺得你們的武校非常光榮 非常榮耀 你們可否列作古蹟 所以 我在講這個課題之前 可不可以大家表態 在在各位嘉賓 各位師兄師弟 師姐師妹 有幾多人 贊成我們英皇書院武校 列作古蹟的 舉舉手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用咪去訪問 誰贊成 贊成的原因 好 贊成我看到了 都不少人數 反對的 有沒有人舉手 哈哈哈哈 都有少少 看這個情況 就是贊成的居多 反對的居少 所以我這一次 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講一下我們武校的威水史 我就會介紹一下我們的歷史 我們的建築的風格 我又試圖去探討一下 為何 這個古蹟辦事處 或古蹟諮詢委員會 就覺得我們英皇書院 值得列作法定古蹟 然後我也會跟大家分享一下 列作法定古蹟之後 有甚麼好處 有甚麼特別 有甚麼機遇 還有 如果我們列作古蹟 將來我們如何去保護 究竟我們在保護 大家都在講一個觀念 我們要保護英皇書院 我們要保護英皇書院 甚麼呢 保護了甚麼 有我們的神水 最後一個問題就是 我們給多少錢 哪個科款 要用甚麼資源 好的 我們就分享一下英皇宣的威水史 我們的前身是1879年 的時候已經在西區 有個叫西螢盤中英的學校 當時的校子在第三階 沒有人找到實際的位置 但之後就搬去博富林道 如無意外 大家都一致認同 李星小學的校子 就是曾經我們的前身 在1922年 最先有英皇書院 這個名字 所以我提出一個命題 我們說我們慶祝80周年 我們不知是由1922或1926 計起 這個跟我們保護有時候有個問題 不過我們就知道歷史 去到1923年 我們就有個電基石 1926年 就在63號A 即是建了三年 就建好我們現在現任的地方 第一任校長就是Morris 大家現在知道 我們英王有很多個Club 很多個House Morris House 紅色牌 就是紀念我們的校長 1926的時候 我們說文化保育 我們要保留英皇書院 保護英皇書院 但是在看我們 這個就是我們最早的樣子 我們是否保護現在這個樣子 還是保護我們現在 2006年 我們走上英皇書院 那樣子 這是我們歷史懷舊的圖片 當時的操場 當時的禮堂 和現在都很大轉變 當時的花園 我們看回後面的禮言會 大家都留意到背景了 好了 成立的時候 實際我們 成立了沒有多久 Morris做了校長 不然不用工作 因為 我們的校舍 當時被英國上海防衛軍佔用了 根本沒有我們的學生在讀書 反而去到1928年 就由金文太著視 正式展彩 正式收生 所以我們經常說 我們有八十年歷史 七十八年 七十幾年 我們如何計算 我們的年份呢 我們經常都說 我們保護我們的歷史 我們的歷史 是哪一個歷史 哪一個時間的歷史 大家可以去想想 到了1934年 到1939年 我們第二位校長 黃色 K House 然後到藍色 Wallerton 我們是第三位校長 到第二次世界大戰 最先做了Pearl Harbour的 First Aid Station 因為Morris 校長 最早在我們 所有學校中 我們其中一間最早 有聖約航救商隊 我想現在都應該有 所以我們在戰亂的時候 提供救急扶危的服務 日治來到 被日本人霸佔之後 做了一個 stable box 做了一些養動物的地方 甚至 當時Wallerton 在歷史紀錄 被人捉到Stanley 當時很多先生 Verguson 那些先生 都被捉到 沙治神 都被捉到赤柱坐牢 這就是 如無意外 Between the War 我們當時的樣貌 在潘咸島 西邊街 有我們的南座 東座 北座 當時我記得我讀書 這邊就是廁所 這是1941至1945 當時還有一個鐘樓 不幸地戰亂 炸彈變成了 退换拜雅 當時的covered paper 看起來變成這樣 我們又再問一個問題 我們保護英王的歷史 我們保護哪段時間的歷史 是否我們保護這個歷史 這個也是歷史 老實說 據我自己看舊的紀錄 Ferguson 沒有當過校長 但我們仍然有一個 叫Ferguson House 綠色的 Ferguson 有一個最大的公職 就是 他在1945年 戰後 將我們的學校 做回一個小學 當時非常困難 我們與黃隱書院 在堅尼地道 應該如無意外 就在堅尼地道26號 聖保羅男女校小學 的堅尼地小學 那個校舍 就做了我們英王與黃隱 的一個 Combined by Sessional School 之後 我們英王孫 再搬去 約莫在荷里活道 在警察宿舍對面 那個位置 就做了一個 叫荷里活道 上午的小學 然後 就搬回來了 就搬回來了 就叫做英王書院的小學 在歷史上 當時的Mr.W.T. Wu 就是我們唯一一個 叫Headmaster 因為是小學 不是叫Principal 然後 就由沙治神領導 我們就做回中學的上午校 之後在1953年 我們就擴建了藍役 和那個東座 去到1954年 我們有第一個 中國人的校長 Mr.Leong 亦都開始有中七 即是Upper Six 開始亦都繼續擴建了我們的 叫藍座 以及在我們 Gymnasium頂的 那些Lap 現在不知道是否是Lap 我讀書的時候 上面有些Camp Lab 和Physics Lab 上面就做了一個 加建了 接著就到了Corset 我們就當校長 去到1963年 我們就開了文科班 可能有些師兄在這裏 即是六三年第一屆 可能坐在座 接著就由Mr.Clark 就當我們校長 就是差不多我入學的年代 接著就到了1968年 就當時最威勢 有六十四個Distinction 就是入Hong Kong U 可能也有一些師兄 就現在坐在這裏 就是1968年 當時就幫忙拿這個Distinction 的結出的學生 就是當時被認為 一個unprecedented的achievement 是一個非常難得的成就 我們又找到歷史圖片 1958年 開始近一點我們 我們有些師兄師姐 當時就加建了上面 下面是Jim 這個就是Lawring的擴建 70年以後 越來越近我們的年代 麥丹做校長 接著就朱校長 潘校長 接著到1992年 就有我們的student union 就到了我們現在的學校長 去到2000年的時候 我們就有一個北翼的擴建 就將廁所的地方 就為了教育的需要 就加建了 這就看回72年 我們原本的游水池 就經大家籌款 終於72年 我們可以繼續在學校游水 這就是2000年的加建 所以大家只說 舉手 贊成我們將英王書院 法定估值的 可以想一想 我們不停加建 不停改建 我們贊成 將英王書院 哪部分 列造法定估值 我們的歷史這麼柔長 其實每天都有很多不同的發展 我們又想將我們的法定估值 凝結在哪一個事件上 這個就是2001 大家和最早的比較 發覺這就是南翼、東翼、北翼 最明顯的改變就是西翼和游水池 我們終於可以游水 除了歷史之外 建築我們也是很有風格的 實際 去界定一個建築 屬於什麼建築的格式 在專家之中 都是大家莫衷一事的 有些書說它是新古典主義 有些人說它是意大利式 小弟的研究 就覺得 就叫它英國的巴勒克時代 的格式比較像 因為 英王書院也是跟英國的傳統 歷史過來 有些像 捉住人 英國的格調 在香港來說 現存有這些 叫做青水紅磚 就是Fairface Red Big的建築物 就真的買少見少 當然 大家前一陣子看到 金塘帝也是屬於這一類的建築 也就是一個角 譬如是鑽角 就是把磚砌到突出 很清楚地去界定 這些都是由文藝復興 傳到巴勒克時的特點 為什麼我叫它巴勒克 最出名的其中就是我們入門 有一個半圓的前廳 或者前廷 它是屬於一些叫做Purri Style 一些是外郎柱色 外郎柱色 它也是用回希臘羅馬 雖然英國也是由希臘羅馬給一些柱色 這一個就是一些叫做Valut 叫做Ionic Order 就是希臘三大柱色的其中之一 為什麼我會說它是一個叫做Ionic Order 因為這些叫做Coupled or Paired Column 就是兩條柱擺在一起的東西 其實是一條柱都可以支撐到的 但是它是為了當時的風格 所以就做了一個叫做Coupled Ionic Column 它那個很自然就是 當時是用一些很自然的材料 用青,可以說是白的鑽泥 夾著紅的磚 一白一紅 就自然用自然物料 就砌到一個很色彩的感覺 所以在龍鼎兒教授說 她的香港建築 也有這類叫做結構彩繪 即是Structural Polychromatry 就不是靠油上去的 這裡也看到 我們去到我們的藍座 就看到這個叫做多力 就不是用Valut 不是用一些鑽花 就用一個叫做多力Order 又是一個叫做Pair 或者是Coupled Column 就把一個比較長而外板的立面 給予一個節奏 這個就在巴勒克時代 很流行用Coupled Column 來給予一個比例 以及給予一個節拍 當然原本的建築 就沒有這個頂樓 後來又加建了一個頂樓 所以風格有點不同 另外這邊大家看到 也有半圓的Semi-Circular Column 以及上面也有用一些柱 用來給予節拍 給予一個Rhythm 給予一個Proportion 給予我們的學校 我的照片拍得不漂亮 其實我們的Photography Club很棒 他們以前拍了很多漂亮的照片 亦有一個很漂亮的Sunkun Cogna 其實在外面這條是潘涵道 外面是居水馬龍 但有少許的糊土牆 用一個Granley 用一個花崗石的牆 少許的糊土牆 就建了一個很漂亮的 很優秀的花園給大家 亦有些在我們的尖上 有些叫Clear Story 在一個很高的空間裏 利用一些窗子 用來自然的採光 亦有燃燈裝得不太好 破壞了建築的味道 我們叫這個Grand Road 由這個叫歌德式的建築 一路發展下來的時候 將兩個尖拱在一個交叉點 一中間都在一中間 就出現了Grand Road 很多的教堂都有 但是在學校上 有這麼多類型的特色 真是非許小優位 自己稱讚自己嗎 所以這麽多好東西 古物古籍办事处 古物咨询委员会 当然说应该法定去做古籍 死了,我怕over one 我慢慢说 那究竟什么叫古籍呢 大家都说我们想法定去做古籍 什么叫做古籍呢 原来古籍和我刚才说的那些 就不当对的 你说有建筑特色 原来法定古籍 根据那个法定条例就说 就这个行政首长 就会同行政局 我们的特首会同行政局 就经这个古物咨询委员会 就叫提议他们 他们可以列一个地方做古籍 就因为他的历史 因为他的考古 和因为他的生化 我们肯定英皇宣没有生化的 这个重要性 考古我也有一点点怀疑 实际上如果用这三个标准 我们中三分之一 所以正说举手赞成那些 现在可以再想过 是不是值得 其实我们中了三分之一 老实说 但是当然了 法例返法例 到我们执行的时候 我们有很多生死章 所以古物咨询委员会 那些专家 他们通常考虑一个地方 就好像郑華曾文彪 开场白那样说 曾先生说 就考虑我们的历史价值 有什么architectural merit 有什么建筑特色 有什么社会重要性 和历史人物 有什么重大的关联 和历史的事实有什么关联 所以他们就 其实历史我只是说过了 我们不断交代 我们是香港和黄仁一样 和有几间都不是很多 是香港最古老 最现存 还在运作成功的一间学校之一 现在在庆祝80周年 建筑特色正话 也交代过了 我又不再重复了 很有一个古典味 很有一个英国的巴努克时代 由英国 由Christopher Wren 尼古 Jones 他们的建筑特色 你甚至可以将它 和这个Trinity College 在英国比较一下 你会发觉 它有很多雷同的地方 还有 社会很重要 社会的重要性 因为我们在香港 以前殖民地 或者现在香港的教育 我们的地位很深刻 在教育 是很有深厚的影响 当时甚至有一些 St. John's Review 甚至说 我们英网和这个黄人比较 等于英国的牛津与剑桥 等于美国的耶路与哈佛 不是我说的 你们回去看看 St. John's Review 是这样的 所以很多社会的言达 社会的领导 在我们本地 领导这个社会 无论在工商界 在什么影响我们的民生 都是很多在在的师兄师弟 都是影响着我们的香港的发展 当然 结出的人士 我随便跟一些文件 讲一下 我们有 李福善 的 Dr.李福善 有梁振英 其实不止两个 很多 坐在这里 很多都是 但是 起码 也有不少的 社会财俊 就在这里 有什么 对我们的好处 好处就是 法例 就是说大家很想 都希望保留我们的过往的历史 我们辉煌的一页 所以就有advantage 我不想说是有disadvantage 至少这个都是我们的机遇 我们也有个challenge 因为列了作估计 我们有一些新的法例 或者多了的法例 也多了的行政措施 就会影响到我们日后的维修保养 我们的再用 或者甚至 如果我们想再发展 我们想redevelopment 虽然这个机会 我想都相对小 我们的地方 如果我们想发展 但是 如果我们将来 我们要有这些工程 或者有一些 是为推动我们的教育 需要的东西 我们都会面对一些挑战 其中 现在没有的管制 当然任何建筑物 就有建筑条例馆 走火条例 教育条例馆 列了作法定估计 比较重要的其中两三项 我看到的就有这三项了 第一 列了作法定估计 当然是管务估计条例影响 特别是一个section 6 那么我慢慢会讲 第二 在97年以后 我们就多了一个 叫做环境评估条例 还有 我们也有这个城市规划的管制 如果列了作古迹 我们就会受到这个 管务估计条例 香港法例第53章 去管核 而里面 就特别 就有一个叫section 6 这里有一个字 打错了 这个法例 其实是1971年通过 这个就是76开始执行 这个就是首文之五 在这个section 6里面 就说了 没有人 如果列了作古迹之后 我们不可以发掘 不可以进行任何的building 或者art work 甚至如果你在花园里面 那些同学一起去剪草 你小心点 plant or fell trees 那么你都可能 就受这个section 6管制 所以我记得 我记得 以前外国人老师 我陷阱 忘了带我们去做gardening 如果不是古迹 就不用拿批文了 如果列了作古迹 去gardening 翻一下土 或者甚至扔垃圾 校长小心点 你扔垃圾 一积聚垃圾 那都可能 可能而已 就有这个条例管制 当然你不能demolish 不能remove 不能obstruct 不能deface 或者不能interface 这个monument 那做什么呢 你可以的 不是不行 就是你要申请一张 叫做permit by antiquity authority 就是要由现在的文政局局长 就是dr.patrick ho 给你一张批文 这些字太小了 不过不要紧 我告诉你 古物古迹 很鼓励我们列作法定古迹 当然告诉我们 不要紧 列作古迹 例子是这样写 我们有生死章的 我们做的时候 很方便你 那我们会出一张12个月的permit 就是说 如果你要做以下这些 譬如做游息 维修 它有一张叫做blog permit 就是一张permit 给了你之后 12个月有效 那你就容易一点 那就没有什么人看过 这张permit 这张是太小的 大家看不到 我极之少数 有机会见过这些permit 但是这个permit 我自己看上去都很大 甚至给了你这张permit Condition one 就是说 就算有批文 准理做一下 准备垃圾 剪草 你如果要做 都要在做事之前 三个星期 申请 亦都要在14日前 再说真 给古物古迹的负责人听 你是多少号开工 多少号员工 差不多的东西 还有 古物古迹的 可以从时间到时间 可以提出一些要求 一些规格 如果你不跟 那就不给批文 你跟 总之你做完之后 你要报员工 他有权去审核 你是不是跟随 他的comment 他的平核去做 就算有了blog permit 其实也有个担心 打烂一块玻璃窗 你都要三个星期前通知 希望将来的permit 宽松一点 但是目前我见过的permit 都有这样的情况 第二个法例 就是一个环境评估条例 因为你列了做法定古迹 就凡是一个 sites of cultural heritage 法定古迹就一定是 现在我们的学校 是grade 2 building grade 2就是灰色地带 究竟在环保的条例里面 这个二级的文物 属不属于cultural heritage 我觉得还是灰色地带 但是列了做古迹就一定是 理论如果做了古迹之后 中间所有做的事情 都是要protection 有点而 和刚才所说的古迹条例 有点而是要凝结 frozen 我们的情况 所以凡是有什么 叫做adverse impact 就要做一个 叫做heritage impact assessment 要拿一个 还评报告 拿一个还评的批文 是可以做 所以我们 一列了做法定古迹 我不是说反对 我可以告诉大家 有很多方法 帮我们做好一点 我们的古迹 就包括这些的条例 还有一个很好的条例 就是当然 城市规划 它是管理宋领的 亦都在第十章里面 就讲了很多 在一些叫做casset plans statutory plans 或者non-statutory plans 它都将我们的法定古迹 或者叫做graded的楼 就放在那里 凡有事情 如果我们的学校 一旦有改土地的用途 例如GIC 就是government的用途 例如改做commercial 改做住宅 那就一定要过town planning board 有一个很好的咨询制度 帮助大家尽力保留 所以我们就有这些条例 我自己会看 目前这些条例 我有三个observation 第一个 这些条例 目前只给了一种 保护古迹的方法 就是法定去做古迹 差不多接近 preservation 凝固式的保留 大家要小心一点 它正在做这一件事 我再用 行不行 我不知道 我可以继续慢慢跟大家讨论 第二个就是 所有的监管的部门 以目前香港政府来说 我的感觉 包括我在政府 我也是这样做 就是各自为政 消防局就只是批消防 这个building department 那些人家屋宇署 就只是批屋宇 古迹 到时就只是批古迹 譬如你说 我们那里有条木楼梯 很值得保留 古迹当然要你保留 但是屋宇署就说 那条楼梯不适合走火 一火烧烧了 各自甘命 甘命之后 留下大家 爱好保护古迹的人 就是想想 如何去接冲 这些不同的法例 所有不同的要求 譬如举个很简单的例 我们第二个学校 可能会面对教育署 说 我们要收一些相见人士 我们要给无障碍通道 管无障碍通道 管无障碍通道 就要我们给无障碍通道 管古迹的人 就说 我不知道你怎么给 总之你不要破坏我的古迹 你所有申请都要拿一个批文 当然我现在极端化它 就是万事有商量 都可以有调节 还有 现在的新例 发展到一个 由以前的 叫Prescriptive 以前讲得很清楚 什么要保留 什么不保留 目前很多新的法例 都是在行一个 Performance 就是看表现 我的形容叫做 坦白重宽 抗拒重严 请你学校请个顾问 研究一下自己 为什么符合我的法例 或者为什么不符合我的法例 这些批核的部门 就要你自己证明 你所做的事 是你急的 你想做的事 证明你是做得到的 请你证明 你是符合我们的规例 这个就是小弟的observation 好了 第二个问题 我们就说 英皇书圈 应该如何保护 每个人都说 列了作古迹可以保护 应该如何保护 如果是一个monument 这个情形 我们是说 Kings College 我们列了作古迹 当然我们是 fosen preserve as it is now 我们看到现在的样子 我们就 preserve它 因为我们需要 回到以前的状态 或者容许我们 可以将它再用 继续改动 为我们的将来 为我们的将来 我们看回我们以往的 维修的历史 1948、50 我们拆了一个钟楼 其实不是我们拆的 因为战乱的时候 就打倒了 所以 我们其实可能 现在最漂亮的 fund protocol 可能都是400至50 才做到现在这么漂亮 所以我们常常说 我们保护古迹 我们是否保护到26年 如果26年 可能要拆走 现在这么漂亮的 固迹 那么我们的古迹 回复到哪一年呢 我们1953年 刚才说过 在尖上加了一个 大家都熟悉我们的 英网书院 Pet Room 又加了 Wrest Wing 就加了 South Wing 即我们刚才提到的 有一个很漂亮的 Pair de Column 的地方的顶楼 都是后加的 接着到1958、60 我们也有扩建 72 固然我们就建了游水池 就是我们的西域 就疫情 是2000年的新建 我们看看 这个destruct 变到现在的样子 好了 不知道大家 正话问 大家都赞成保留的古迹 保留这个样子 回复这个样子 不知道大家知道 你不知道 这个authority 想我们是要回复这个样子 还是保留这个样子 还是让我们将来再加多层 我不知道 因为 各条例 只是写了 列了做估计 我们就 under Session 6 管制 如何实践 Session 6 有什么手续 有什么procedure 多少日 这个管务估计 或者这个文政局 会给一个批文 我们不知道 好了 大家也看到 1959年 在南契 加了这个新建的地方 潜尼Session 1959年 加了这一部分 2000年加了这一部分 好了 我是想保育 我们的古迹 凡真 有80年 有100年 你们做古迹 其实都一直有 不同的时代的加改 那我们是不是 很多人都说 拯救就预救 我们 当然要复原原状 那我们也是很理性地说 很感性地说 是原状 很多时候我们问 什么叫原状呢 原来发觉 大家在说的原状都不知道 有不同的落差 那这里就 另外一个summary 29年的时候 我们有三役 有Bell Tower 有School Garden 有Swimming Pool 有Library 我们的Swimming Pool 实际是七二年的重建 那慢慢我们的Cast Room 也都变成Laboratory 又变成 于是乎 我用图像 解释给大家 当大家说 我们要保育英王书院 你看我们英王书院的历史 放了图 2658 2671 2658 2677 2653 59 2677 好了 其实我们每一座 都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变化 那我们在保护 我们在保护的是什么呢 好了 更重要的一个问题 就是 谁给钱 教育统筹 当然 为教育 为教育的东西 他肯定会给钱 但他是为教育 未必是为股物 大家会看 那建筑署 你保育建筑物 没错 建筑署 也都 日以继续 都是继续 学校漏水 学校长写过来 我们建筑署 一定有人去 拦了一块玻璃都要保育 但是 他当它不是一个 因为资源给他 只是做一个日常的 维修的标准 举个例子 比如 学校要用冷气 那一个 surveyor 或设计 去到 或设计 去到 去到 加冷气 资源不够 大家最容易加冷气 给窗口机 但是 如果裂了做估计 窗口机 就影响了外场 我们正在说 我们的architectural elevation 这么漂亮 准不准加窗口机 破坏估计 不准加窗口机 那怎么办 要做分体机 那谁给钱 文物保育的单位 就说 我来到 就列了你做估计 我控制你的 我未必有钱 文物 你找建筑署保养开 为什么不是建筑署跟你做 他站在那里 不关我的事 他今天就劝你做文物保育 明天他变成authority 真的 他明天就是authority 希望我没有理解错 你去申请的时候 好了 假设 我们 写到去 我们是想做天面的防水 你第三楼后家 你可不可以趁这个机会掌握时机 把三楼拆掉 返回到1926的样子 这也是我们可能遇到的问题 也可能是我们的机遇 因为他们很想我们 保留到我们英王书院最辉煌的一面 所以我们政府是否真的有一个很coordinated 很holistic的方法 尤其是在政策和财政的推动里面 真正在帮助我们 去保育 我们大家认为值得保育的文物 那私人的文物就更加麻烦了 更加大件事 包括有没有地质转移 有没有其他的方法 像利武台 大家都知道 很值得保留 那结果在经济的巨轮之下 就都现在烟灭了 那这个就是 我留给黄师兄 吴师兄 他们就去说 从点去到面去到善 其他的保育 所遇到我们的挑战 或者所遇到的机遇 那究竟我是不是 赞成还是反对 其实我们大家 在感性上面 我们都觉得 法定去做估计 是一个很有效 把我们英王辉煌的历史 Old Boys, New Boys 我们的Glorian History 保留 但是呢 我们的政府部门 或者我们自己 是不是prepare 是不是准备接受这个挑战 我们是不是 会有足够的资源 是不是我们会 肯承担 这个责任 因为我都相信 成熟的社会 一定有很多文物 是代表我们的identity 我们的身份 如果我们要达到 这个理想 我们大家 可能我们同学会 要捐多一点点钱 以后做事 就找多几个 conservation的expert 来帮助我们 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这么多 可能很controversial 希望大家 之后再发表意见 多谢大家 多谢林学长 这么发人心醒的一个演讲 他给了我们很多 很多的资料 但也提出了不少的问题 那我们刚才所听的 这么丰富的内容呢 只是在说一间的建筑物 那全香港有这么多建筑物 整个社会的东西是需要关注 我们如何去面对 我们整个都市的发展呢 那接下来 我们会听到 为我们讲另一个话题 那我应该叫王华生博士才对的 不好意思 那王华生博士呢 其实呢 就跟我 和在座很多 都是和建筑这行有关 都是一起成长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读大学的时候 读建筑的课程的时候 那个建筑系有些什么嘉宾来参观的时候 我们的教授 实是拿王华生学长的功课 出来贴堂 那我们呢 就是和王华生的功课 一起长大的 那我毕业之后 王华生博士 都是监督我的工作 以及辅导我去考专业史 那王华生博士 现在呢 是香港大学建筑系的附系主任 亦都是建筑师学会的上任的副会长 现在呢 亦都是建筑师学会的本地事务部的主席 那王华生呢 会带我们 一会带我们呢 去看一下 一个很特别的都市的现象 就是唐楼 究竟唐楼和阳楼是有什么分别呢 唐楼带给我们一些什么的特别的经验 以及对我们的生活有什么影响呢 我们请问王华士 各位学长 各位校友 各位同学 各位嘉宾 今天很高兴 就是在这样的机会之下呢 就和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 自己对香港文化上的文化 就是古籍方面 其实 说到这些古籍 这些各方面的东西 牵涉到香港很多问题 其实 不是说只是建筑方面 其实 好像 这个是说 旅游 原来在旅游那里有很多东西介绍 就是 香港的文化 历史 例如这一张图 就说 好像在中西区 那样 有很多 特色的 所谓文物在这里 近年来 其实 真的 比较迟了 香港 很近代 才去讲文物 有很多文物 已经 成为过去 这个也是大家 很可惜的 因为 如果你要照顾文物 真的要可能 很多年前 已经去做 才可以保留出来 尤其是旧堂楼 因为 好像很多 那样 拆下一间 拆下一间 其实现在就真的不是很多 这些 譬如介绍 香港历史文化的 旅游资料 也都说很多 香港的 就是 香港还有没有一些 文化的 或者历史的 建筑物 可以值得大家去看呢 另外 亦都 政府在其他的角度 譬如好像 在 这个是说 就是 建筑物的 维修管理 那这些 堂楼又怎样呢 怎样维修管理呢 它的 历史 那么久 另外一样 就是历史重建 城市重建的问题 其实城市重建 很多时候 就说 将那些 尤其是这些 旧堂楼 就会拆掉 建筑物 建筑物 和文化 和生活 很有关系 那么大家都 都明白 就是 文化一定是 和我们的生活 是 我们的生活 的一部分 那么 那 譬如好像这个中西区 这本书是介绍中西区的 那么他呢 也都 讲很多 历史 建筑其中 当然是 英皇书犬 也都列了在里面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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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一个 校徽 那么 现在不知道放在哪里 我 先问一下 林舍林 那 那 其实呢 旧堂楼 可以说是一个殖民地的出版 那 在 如果我们在堂楼来说 就看到整个香港的历史发展 那 就是 什么叫堂楼呢 那 堂楼是 就是 这个 是一个 图画来的 画以前的那些堂楼 那 就是 其实一个特色 那 它是 建筑上有很多特点 那么 例如呢 我们看到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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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个所谓 好像是騎楼 那样走出来 就是 为什么叫騎楼 就是騎了出去一个行人路 那里 另外 另外 这些就是 就是 车路来的 或者 当时就是没有那么多车 就是变成行人路 那里面这儿也有一个通道 上面都是建筑 那 其实呢 如果这样看 都很高密度的 就是一造堂楼 就是一开始已经很高密度 那 那 这些堂楼 其实呢 如果 在其他地方 就没有那么密的 那它不会建筑到出去 行人路那里 那里 但是香港呢 因为就没有什么地方 那 通常这些是三四层高 就是 在 真是开始的时候呢 就是 就是 在 香港 就是 一百四几年 当时 是植民地的时候 就开始有这些堂楼 那 以前是一个 漁村 那一路 第一个地点 就是 就是 这个水坑口那里 就是 有 是 当时 就是英国 就是 那个 就是来香港 就是在这个地点 那里 就是 接收香港 那 现在当然这条街还在 那里 那 这儿呢 其实呢 都见到 sorry 刚才一个图片 那其实这儿呢 都见到有一个 这儿都见到有一个 这儿有一个堂楼在那里 那 在一个水坑口街那里 那里 都是 见证当时 当然当时 不会建这个楼 但这个楼梁的地点 也是 当时 这个 就是 英国 到香港 到香港 岛的一个 登陆点 那 在这个堂楼那里 我发现了 就是 用 一个学术一点的角度分析 就有很多现象出现 那第一个呢 就是 一个 就是 一个 一个受规范的现象 那 那 就是 那 就是 就是 1841年的第一次有一个官地拍卖 那当时 卖了一幅 其中一个地点 就是这个叫海洋地段一号 那 那 那 现在呢 就是 就是 实际的地点 就是 在 这个 王后大道中 那里的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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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也看到 那个 那 當時發展的舊堂樓是由地契有限制寫在這裏 當時地契也限制了你的用途 他會說明如何建立 其中一些建築就是這樣 通常是三、四層高 亦有騎樓 亦有歐陸的風格 這是1903年 維多利亞城成立 現在仍然有幾個芥石可以見到 最初香港沒有規劃 這個城市 因為最初是一個漁村 所謂的規劃就是跟著一條路 當時只有一條街 只有大道中 如何規劃呢 譬如去到西營盤 西營盤是軍營 很多時候是跟軍事有關係的 現在所謂的軍事地方 很多時候都變成了一個公園 那些地方 譬如九龍公園 那些都是軍營 在規劃上亦有限制 例如街道要二十呎 二十呎闊 那些樓宇 應該至少距離五呎 才做一個通道 讓人走 這是最初的規劃 大家其實都看到 雖然樓宇不是那麼高 但是香港一開始的發展已經很高密度 所以當時有兩樣東西 一個就是火災 一個就是有一些病 以前沒有禽流感 不知道什麼病 或者藥疾 不知道什麼 很多古古古怪怪的東西 一路進步 那些病都沒有 那這個當時 譬如一些人的生活情形 另外一個就是管制建築物的條例 其實很遲才有些條例出來 去到1856年 即1841年開始有建築 即開始香港 1856年才有這些條例 其實當時的條例也規制 令到很清楚 如何去建築這些 所謂的舊堂樓 因為當時只有一種東西 都是舊堂樓 一路要求要保養 維修 這是當時太平山區的一個圖片 一路發展下去 很多建築的 例如窗戶 或者空間 一路發展都有很多規定 一路加進去 這裏不講太詳細 然後一路去到1903年左右 當時的條例很有趣 將建築和公共健康混在一起 當時可能有些衛生幫辦 就可以上樓去查你的房子 看看你的房子有沒有問題 也有一個規定 如何稱為太多人口 希望每個人有50方尺的空間 適合密度 如果超過這個 這個就不符合了 如果一個舊的堂樓 可能是15呎 甚至50呎 可能已經居住了十多人了 在100年前一些堂樓 其實有一些圖織都是 建築是一些學生畫的 就是記錄一些已經拆了的堂樓 我們看到這些都是三、四層樓的建築 有一個露台之類 這些是外牆的立面 這些舊堂樓其實有一個特色 就是叫做Party Wall 有一幅牆 即是有一幅牆在旁邊 你看到這些就是那幅牆 它有兩幅牆來支撐住 而這幅牆也不是支撐這個堂樓 而隔壁的堂樓也會支撐住 所以叫做Party Wall 即是兩份用的牆 你看到這些圖 就是當時有些樓梯 如果根據現代的建築物條例 就不合格了 全部都不合格了 另外一些更遲一些 就是另外一種風格 中間來說 多數都是用木 你看到圓形的圈 就是木的結構 在大約一個十五呎的跨道中間 就用一些木的糧 用來支撐住地面 所以如果火燭 就有很多這些問題 這個當時水坑街的舊堂樓 大家其實都看到 建築特色還存在 但它當然已經出到 差不多在馬路邊 即是現在的發展 已經不容許這樣做 另外一些 通常在露台 有些像這些花瓶 那樣型的扶手 這些也是當時的特色 也都不合現代 即是現在的建築物條例 就像這些水渠 也是當時的一種做法 也不是現在的做法 大家看完這個 因為唐樓 就造成了很多高密度的現象 其實這個現象 到今天香港都是高密度 另外一個就是 唐樓是一個 叫做Nocational 它其實展示出一種 叫做名相 即是很多名字 這些名字代表什麼呢 其實代表背後 有些生意 這些符號 例如這個 先師公司 其實有很多 很多店舖 全部都變成商店 很多都是變成商業用途 其實也分不到它是商業 是一個住宅 還是前舖 後居 還是怎樣 其實發展到後來 很多招牌 很多廣告招牌 其實有一個時代 舊堂樓可以 教你做這些 當時合法的鴉片 有一個法例是讓你做鴉片 你跟著它做 然後可以做這些 合法的地方 給人去吸鴉片 也有人做了 賭檔 現在來說 可能剩下 鹹魚欄 那些地方 就是這些舊堂樓 這些都是 真是一個文化 其中一些舊堂樓 好像香港的 中文不知叫什麼 道德從整會之類的 例如有些可能是銀行 這是永恆銀行的前身 這個 原來下面是一個 銷納店 這些字 其實就是在說它做什麼生意 其實今時今日 在舊堂樓的 演繹方式不同 可能是很多顏色 甚至乎現在 是這樣的發展 全部都是廣告 商業用途在表面上 然後這些全部都在說錢 其實在說經濟發展 和經濟有關 廣告 其實 這個舊堂樓的存在價值 是怎樣呢 或者這些舊樓的存在價值 是 建立在這些廣告上 其實這些廣告一直延伸 所謂這些延伸 亦都跟回 這些舊樓 其實這些舊樓前身 又是一些唐樓 唐樓拆了 又是一些舊樓 它基本上都是跟回 這些唐樓的那種 尺寸比例 當然它是高一些去建 所以其實我們看到這些 廣告招牌其實都是一種 舊樓樓的那種 造成的尺寸 延伸在城市的空間裡 雖然舊樓不是一定在 但其實它是一路 將城市結構一路發展出來的 當然最初的唐樓是這樣 很密 在街上 其實它已經定了 街上已經不能改 要擴闊的原因 做法 最多是不讓你在行人爐上再建建 建築物 看到香港一個地圖 其實你看見 這些全部都是舊樓樓的前身 其實建了一個舊樓 它已經將城市的結構 已經定了 這裡是一間唐樓 這裡可能是拆了一座 就建了兩座 一個號碼就是一個 其實已經限制了我們的發展 原來就算舊樓不在 那個模式 也是受它的影響 例如這一個是 兩個舊樓拆了 變成一個 比較新的樓 這座樓也跟回舊樓的模式 它也飄了出去街上 當時的法例就可以這樣做 雖然這裡是很大的座樓 但其實這個尺寸的比例 跟舊樓也是一樣 甚至有些都起到很古怪 我們覺得 全部都是跟舊樓樓的模式 演變出來 這個也是 就算在街道上 因為街道以前就沒有 現在很多廣告招牌 這些廣告招牌的尺寸 也是跟舊樓樓的間隔走出來 各種樓宇都受到它的影響 另外一個現象 就是覺得它有一個相互影響的現象 其實這是什麼呢 很多不同的功能進行在舊樓樓上 譬如很多商業的活動 居住的活動 都是混在一起的 譬如這個在灣仔 其實它跟一個廟宇有一個關係 在這裡 看見也是舊樓樓的影響 所以這個發展就是 有一些樓宇是可以在行人爐上建出來的 就算這個更新的建築物 它為何要造成一格格的模式 都好像跟舊樓樓的高度 和闊度 做出來 更有影響 在地面面的舊樓樓樓樓樓樓裡 其實還在 地面的舊樓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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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爭 其實是舊樓樓樓樓樓Slick 其實還在這裏 它仍然在那裡 不過現在卻變了 不會賣以前的東西 不會零一間賣鹹魚 而這個 下面的舊樓樓樓樓樓樓樓 不仍然在那裡 这里另外一间也是这样 一路到街市 可以说在旧堂楼的演变出来 你还可以觉得 以前在街上走的那种感觉 文化的模式变了 大家幻想一下 这就像当时旧堂楼的现象 当然 现在这些新的发展 将那些商铺 在一个大商场里 将这种现象 可能就会消灭了 但是 当然你在街上做 始终很多人 尤其是东方的人 都很喜欢在街上卖东西 我相信这个现象 仍然还有在 也有一些地方 像这些 旧堂楼的单位 发展到这样 再拆了再发展 已经很难再做了 这些楼 很有趣 一个很大的大厦 旁边有一座很小的楼 这些都是 变成香港的 种种的现象 另外一个 其实有些 旧堂楼已经 所谓 不存在 就是 就像这一座 这座 为何是假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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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其实没有了 生命 大家觉得 它是死了 得奉墙 你看不到 有人的活动 又不会有人走出来 淋花 或者 或者 站在露台 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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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 这种 保护建筑的做法 就像一张立体的照片 那样 其实没有什么特别 做到 保育的作用 如果这样 这些旧堂楼 怎样消灭 有些 就火灼了 有些 就打风 有些 就倒了 有些 经过瘟疫之后 就整区拆了 当然 有很多 做了发展 但其实 如果大家 看看这个城市 我们隐约都见到 这个 还有旧堂楼 那种 足跡 例如 像这些 一个新楼 旁边有个 印 旧堂楼的印 好像这些楼宇 那样 为什么是这样 原来还有一幅 刚才所说的 叫做 party wall 那些party wall 其实很有趣 如果说 为什么会有这幅墙 因为 最初 在 不知哪边 先发展 当这边先 当这边先 他发展的时候 他又不能拆 那幅墙 因为拆了旁边 会均塌 到这边发展的时候 如果想拆这幅墙 可能要跟他说 他可能卖了 不知多少十伙 你逐个人说 不如不要动 他 所以 香港 你会发现到 很有趣 其实 保留文物 原来保留了 很自然 保留了 原来不知道 可能我们 河局长也不知道 保留了文物 原来已经有法例保护了 保留了 这些party wall 你看到这些都很有趣 还有一幅墙 甚至乎有些地方 这幅墙上街 又没有人敢拆 就是在行人路那里 你会发现到 其实他真的出了街 这个party wall 其实是一个街 就是在行人路上 相信 仍然保留在 成为香港的特色 你看到很多地方 如果你留意一下 其实我们很多 文物就保护了 都是这样的地方 就是 还有一个 足跡 甚至乎很夸张 到特别 建立一个结构 去成为 一个 这样的party wall 就是这些古迹 香港原来 也保留了很多古迹 在这个街上 其实隐约 你会觉得 还有一些堂楼的印象 为什么呢 其实 原来 那个法例很有趣 就是 其实那个法例 就是将建筑物的条例 香港可以建满了一幅地 限你建到 50尺高 或者15米高 其实这个高度 跟堂楼差不多 其实等于 那个旧堂楼 好像 还有一个旧堂楼 好像上面 就淋了很多高楼大厦 那样 这些都是 就是 这里 其实很有趣 就是 香港缺少城市的空间 刚刚这个 拆了一个旧堂楼 又 相信都建不了 东西 就变成了城市 多了一个空间 这个空间 其实是这样的 就是 两座楼 中间 我想 那些两座楼 都很开心 有个 有些窗 可以开到 本身 他们也有些 自然的 绿化 香港又说不够绿化 自己又会生一些 绿化 就是 这些生态 可能这些很符合 就是 保育的条件 这些当然 变成了一个 容得的公园 就是 这些 就是旧堂楼 虽然不存在 仍然有很多贡献 其实 有些楼宇 就反过来 它不是在那里 它是自己一座 就是 好像 两个数字的 旧堂楼 拆了起 大家看到 为何有这样的楼宇 就是 旧堂楼 造成 这个另外一个公园 亦都是 在一个 这么高密度的环境 有些空间 都是旧堂楼造成 其实 以前旧堂楼 亦都有夜生活 这个是 20年代 现在当然 变成这些 难贵方的地方 其实我们的历史 是很久的 夜生活 现在 这种文化模式 就是 暴行街 或者 这些旧堂楼 这些东西 其实 一路还存在香港 这些地方 就是这些旧的木屋 就是 人的生活方式 就是 在这些外场的广告 在这些外场的广告 或者那些特别 特别 专正 就是 招呼出来的 代表香港的旅游特色 是这样 就是 很多 文物 还有在 以及 加固 管理 那这些怎么办 其實這些仍然是一個問題 我們等如問英皇書院 你覺得這些估計你究竟如何處理 亦等如問你贊不贊成環保 這裡全部都贊成 你是否環保 你是否用很多膠袋 你是否丟很多垃圾 你是否用很多電 你實在是 究竟怎樣 我們講一套做一套 英皇就是巴洛克風格 巴洛克風格有一個特點 就是線條是很垂直的 因為當時的發展是在教堂向上發展 但是你會發現很多橫線 橫線就好像把它按下 它不知想怎樣 不知想向橫走還是向高空飛 這就是巴洛克風格 可能人就是這樣 我們也有很多面臨 每樣的地方最好又便宜又漂亮 又有古蹟又免費 那究竟怎樣呢 現在這裡最後這張圖 就是舊堂樓還有一個影子 在這個大廈有一個影子 這個影子我們如何看待它呢 多謝大家 多謝黃華斌生博士 帶給我們另一個很發人心醒的講座 我們今天才發覺 透過黃博士的眼睛 可以觀察到這麼多東西 原來呢 有很多文化上的東西 我們不去保育它 但是它都會在這裡影響我們 我們不會去做任何東西 它一直在我們身邊 那麼我們有沒有辦法 是真的為他們這個文化的歷史 去做好一點做一些東西呢 令到它將來對我們的影響 會是好的方面呢 那麼我們都很有幸呢 又有另一位演講嘉賓 吳永順學長 那麼他會告訴我們 他的看法就是 究竟如果我們去保育文物的時候 我們會提供到什麼的誘因 政府的政策又會怎麼樣 那麼吳永順學長呢 就是很多在座的都知道 他在英王的時候 都是一位很突出的學生 無論在音樂啊 美術啊 語文方面啊 他的成績都非常之好的 那麼他現在呢 就是香港建築師學會的副會長 亦都是一個共建維港委員會的委員 那麼委員會的屬下的海港計劃的小組主席 那麼吳學長呢 就是都在香港大學呢 任教這個城市設計 他也都有很多的在專欄 在政筆報章的寫作 那麼大家都不難在傳媒呢 聽到或者見到吳學長的 那麼我請吳學長給我們一個演講 謝謝 多謝各位 時間給我呢 就不是很多 我們好像在跑一場接力賽那樣 所以就 我只有三十張照片而已 那麼就 希望大家都給點面子醒一醒 繼續支持我們這個文物保育的馬拉松 剛才那張利武台的照片 我就發現每個港者都有的 因為可能那張照片都給我們很多回憶 而且都很容易在網上找到 那麼也都不能夠 不放這張照片下去 因為這張照片是很重要的 是我們每一個英往舊生 無論你1962年進去或是1990多 200多 我們每一個人在英往都有我們自己的回憶 那麼 那麼 剛才 林社齡學長說了很多 就是 保育英往 作為一個建築物的問題 黃華生教授也都帶我們 由我們未出生開始 講到今天我們整個城市的轉變 那麼 我 能夠講些什麼東西呢 所有東西都給他們講完了 唯有就講一下 就是 我自己作為一個英往的舊生 究竟英往給我 有一些什麼的感情 有些什麼的回憶 那麼其實呢 就 林社齡當大家問 有誰贊成英往 要留下 我立刻第一舉手 你知道為什麼 因為其實我住在英往附近 就是我 我住在這個巴丙頓道 在我家裡 窗口一看出去 我就已經看到英往 所以為什麼英往要留下 因為我以前住在巴丙頓道的時候 一看出去 整個海都看了 然後一直不斷建 唯一現在還有海景的那條縫 就是英往上面 所以英往怎麼可以 不繼續要保留 如果不是 拆了建一個高樓大廈的時候 我以前住那裡 我現在也要回去 我爸爸媽媽的家裡 就沒有了這個 剩下一條縫的海景 我小時候就是住在這個西區 但其實英往給我的回憶 不是由我讀方溫開始 我1973年進去英往讀方溫 真是數一數一數一 原來 曾文彪說 我們三十多年前收了一班學生 我也嚇了一跳 我問有沒有那麼久 然後一計 糟了,真的那麼久 1973,現在是2006 是33年前 我是一歲入英往的 當時我還沒入英往 其實在七十年代初期 我住在西區附近 我就在附近上學 我上那間叫聲安多里小學 也在香港大學對面 也很接近英往 我就在這條斜路 一直走回小學 當時 我想我矮過這條最矮的那個 那個小朋友 我走到這間 旁邊搬走到一路走 我當然見到那間樓 但是我一路走過 你記不記得 一路走過 過了英往的門口 一路走到 聖安多里那邊 有一幅圍牆 那幅圍牆 對我來說 是遮住一些很神秘的東西 因為那時矮到不得了 我每一次走過 只見到一幅牆 那幅牆 在這裏 從來都不知道 究竟那幅牆背後 是甚麼東西 我跟著我媽 帶我上學 那幅牆下面是甚麼 那幅牆 很有趣的 這幅牆給我的感覺 我就不停地跳一下 跳一下 究竟想裝一下究竟是甚麼 有時被我跳到 就裝到下面有些樹 有些好像噴水池 那樣的東西 那後來大了 那些高了 都見到一個很漂亮 很漂亮的花園 那我媽就告訴我 這間就叫做英王 好東西來的 你才可以進去 所以你用心 終於不負我媽媽的意願 那我就進去這間 英王書院 那 這個是我對英王第一個回憶 而當然在裏面的七年 斷斷續續也有很多回憶 當時我又不懂建築 但我只是這間紅色的房子 就給了我很多的感覺 是剛才林社寧說的 我們才知道原來這些叫巴洛 就是巴洛克的建築 我當時完全不知道 但這個建築物就是給我一些 這麼特別的感覺 有一些圓的拱 有些柱 原來那些柱叫做Doric Order 甚麼Ionic Order 我當然是不懂 那時候 因為連這個世界有一樣東西 叫做建築 我讀英王都不知道 但是 我在英王 最怕就下去那個球場 因為我身體就非常瘦弱 一下去球場 就立刻中球餅 不是跌倒 就損掉了 所以就很怕那個球場 另外一件事很怕 就是今天穿著校服的人 可能不知道 但可能很多人都知道 就是那個廁所 那個廁所是全校 不知道為何幾層樓高 才只有一個廁所 你讀到FORM V的時候 要上到頂樓上學 原來去廁所要下四層樓 下廁所 搞定之後 又要走回三層樓 上到頂樓 那我就很奇怪 為何那間學校 原生的舊建築物 難度是沒有廁所的嗎 那今天我想 拆了那間廁所之後 再建了那個東西 都應該層層都有廁所 剛才林社齡還告訴我 那間廁所 原來1951年起 我就真的在想 究竟1926年到1950年的時候 的傾市 沒有那塊廁所的時候 究竟 是不是那時候 那些同學特別厲害的呢 那我不下球場 那我做什麼呢 我當時整天都躲在藝術室那裡 那 當時我很記得有個美術老師 給我很多啟發 那我整天躲在藝術室那裡 做美術 那老師我記得 他叫李松正 那 那 是他告訴我 有一件事叫Aki 就是 大過讀什麼好 那我媽媽還走到學校 找他富氣 那就是為什麼我兒子 每晚在那裡做通宵 在那裡畫畫 就是 不用不用讀書的嗎 這間學校 那你不要管 我讀書又考第二 那 那 老師就說 我媽媽媽很喜歡畫畫 那 當時很奇怪的 傾斥室的人 你不讀 öğrenci 就好像 很大力不道 那時候我進去 有些叫做6M 嚇死我 什麼叫做6M 6Medicine 那中學有6M 後來都好像沒有了 當時就說如果你不讀Medic 你好像對不起你的老師,對不起你的同學 但真的搞不定,那些東西一見到是震 我都說跌損,跌損腳我也不敢看過傷口 所以最後都選了建築,進去讀Archic 所以今天有幸就能夠站在這裏 就跟大家從一個建築師的角度去講一下 就是保育古蹟這個問題 現在才開始 剛才華生師兄帶我們去這個城市 當時保護古蹟對我來說有甚麼感覺 甚至我作為一個建築學生,我都覺得沒有感覺 圖的左下角那裏是一個香港會 當時大概1980年代開始 我就讀建築系 當時有很多老師說 那裏一定要保護,香港會要拆 大家快點簽名 我們就莫名其妙,簽甚麼名 那裏要拆,那你讀Archic,那你不拆樓怎麼建 所以就覺得拆不停地拆是一個城市發展一些很理所當然的事情 對我自己來說也沒有甚麼感覺 反正我們的城市就是一個沒有記憶的都市 我們一向都不需要去記得 究竟以前的城市是怎樣 沒有東西是去提點我們以前的城市是怎樣 不過我現在想起了,原來黃華森告訴我 有些鬼影在牆上 如果你開始看到那些鬼影 你可能想想這個城市以前是怎樣的 那我找一找一些照片 就發現原來這張照片的建築物 是我去過的 好可怕 左手邊那間,原來我小時候 我跟媽媽去一間酒樓 叫高羅士打酒樓 是上去喝茶的 是有錢人來的 一早就告訴大家 住在巴丙頓道的 那 右手邊那間 就是買郵票的 原來買郵票 都是一間古色古香 這麼漂亮的建築物 我早幾天去回同一個位 變成Louis Vuitton 已經 是同一個位置 而我們城市的變遷就是這樣想 當然 就是把一些舊的建築拆去 然後建出新的建築 尖沙咀的火車站 我又記得 小時候去旅行的時候 就在這個火車站 坐火車站 坐火車 今天就只剩下一個鐘樓 你說拆了一個舊火車站 建了一些漂亮的東西就說 建了一個在海邊沒有窗的建築物 那為什麼一早不把它保留 把它自己作為一個博物館 這個叫同文街 我相信英王同學會的長會 都應該知道 這條同文街是什麼 在我們讀美術的時候 在英王 或者讀化學的時候 就要去同文街買一些化工材料 去做絲網印刷的時候 就要去同文街買一些 不知什麼叫做是sobitos 用來做一些章 用來印絲網 如果做水晶膠的時候,就要去同盟街買一些不知什麼清膠、紫色的東西,就用來做水晶膠 後來我畢業後發現英網同學會有一個會所在同盟街 同盟街有一條中環的橫街,相當有特色,旁邊還有一些賣相機、賣花布的街 今天我再去同盟街,阿景的路牌,怎樣做這個東西 路牌在這裡,那條街原來是沒有東西的,我印象中的街是兩邊都有一些活動,有些店舖 但是現在這條街是沒有東西的,只有一個路牌,然後就是一條巷 然後進去哪裡?進去一個非常龐大的建築物,叫做中環中心的商場裡面 而這條街就是靜悄悄地消失了 其實跟同盟街同一個命運的街,都已經消失了很多 如果我們說保護文物的時候,這些街道,這些是我們的記憶 有特色的街道,這樣消失了,我們有沒有保護到我們的文物呢? 這些文物又是否值得去保護呢? 我們看看今天的灣仔,一個是灣仔街市,這個都即將消失了 這個在建築界裡面認為是一個非常優秀的建築物 雖然我去問灣仔市民,就是街市一個而已 但是如果有讀建築的,這是一九三幾年的一個包浩斯風格 所有的設計是很流線型的 而和灣仔街市的同類型的建築物就是這個中環街市 那太原街,兩邊也有很多的小販,一些商鋪 藍屋,周圍代表到,好像黃華生博士說 藍屋就是一些舊的堂樓 而代表整個城市當時都是類似的建築物 但是你今天這塊藍色的東西,就不是藍屋來的 這個是市建局的圍板來的 這裏也將會變成一些,拆卸一些舊建築物 變成一些新的高樓大廈 這個以前也是一個郵政局 現在是一個環保中心,資源中心 今天在灣仔仍然是保留 但是它的鄰居已經變成一些龐然大物 利東街,如果大家有看新聞的 大家都看到,事件好像要拆卸利東街的時候 我們有很多居民就說,利東街本來就是一條 起貼街 我過年去看過這些都還在,不過已經浪了在屋頂那裏 但是整條街已經打了,交叉,兇了 這些有社區特色的一些生活 一些街上的生命力,是否代表到香港的文化 而這些文化又是否應該要保護 還是我們再把這些有特色的街道 有特色的東西去毀滅 用這個推土機,用這個產迷機去毀滅呢 今天的利東街已經收了 我也有幸在一些社區的工作裏面 去跟利東街的居民聊過 有一些人很想留在街道裏面 但是傾市的學生有幸 就是我們可以保留我們去日的回憶 我們去日的生活的環境 為什麼可以保留? 因為傾市這麼巧,生得漂亮 就可以給人家做保育 但是很多街道,很多人 原本生活的地方,原本有特色的街道 原本的居住空間 原本的倫理關係 他的老朋友,老街坊 就是因為市區重建 大家就要像打仗一樣分開 而這句話就是我聽到一個老街坊說的 我住在利東街,是不是我先天生錯了? 為什麼要將我自己居住的地方毀滅? 要將我和我的老同學、老朋友 我去日的記憶去拆散? 而我們剷去了舊的意義 剷去了我們的舊城市之後 換來的就是這些建築物 我們好像對著一個這樣的城市 對著這些建築物 這個就是剛剛在灣仔建好 而將來灣仔會不斷有這些新的建築物 帶給建築師很多的工作 都是好的 但是我們是不停地 喪失了我們的集體回憶 我說這件事叫做集體失憶 為什麼同盟街不見了? 為什麼花布街不見了? 就是因為有一些地盤 根據黃華生師兄說的那些舊的街的結構 太多街在地盤上 阻礙地盤,發展不到 所以就把街吃掉 吃掉之後就變成一個更大的地盤 就可以建建一些更大的建築物 為什麼我們的城市一路發展 為什麼一路要拆去舊的建築物 要建設新的建築物 建得更高更大 這句話是我由小學開始 都相當時間了 三十多年前讀小學開始 一直讀中學 不停地聽見的就是說 香港地少人多 香港地少人多 可以做很多事 香港地少人多就要移山填海 我們那時候說 是呀是呀香港地少人多 移山填海 是呀是呀很好 填了海 建多一些樓 其實大家都很接受的 會不會留意 當我們讀書那個年紀 香港地少人多 就可以移山填海 興建高樓大廈 拆去一些矮層的建築 興建更高的建築 城市是要計劃得更密 但是發覺 為何香港建極 都還有地 是否香港是否真的 地少人多 你看看今天 天水圍今日 將軍澳洲 東涌 不斷發展 原來建極都還有地 而且香港 建了的地面 只不過 整個香港的 差不多是少於兩成的地面 是建建築物的 所以香港是否真的 地少人多 還是一個高地價政策的包裝 如果一些土地 建得更高更密的時候 土地是可以賣貴一些 所以舊區的發展 一些舊的建築的拆卸 建一些更高更大的建築 政府是否可以收更多的地價 發展商是否可以賺更多的利益 建更多的房子 市民又可以買更多的房子來炒 所以大家其實都覺得 我們是否需要保留估值呢 發展不是更好嗎 當然 我們今天的社會 可能有一些不同 到了二十一世紀 大家都開始覺得 地少人多 你都不用把我們的海這樣填 填一下填一下 就填到沒有了 地少人多 你都不用在海邊 建這麼多這麼高的建築物 就來共建圍港 建了圍港 就是圍著海港的圍 大家開始意識到 同樣的做法 以前大家拍手掌讚好 但是如果我們今天繼續做的時候 是否對我們整體的環境有影響呢 今天香港人對於海港的價值觀 和舊日不斷填海的價值觀 是否已經有一個轉變 今天的人開始覺得 咦?我們要保護古蹟 我們要保護舊建築 我們要保護我們過去的回憶 為何我們以前不說呢? 很多人問我 為何你現在才說 現在保留的東西 是否真的這麼有價值呢? 你說保留中環街市 其實以前那些舊油證局 高羅士打行那些更漂亮 為何你還要保留呢? 其實我也不知道為何 我只是覺得 如果你家裡以前很多古蹟 不小心被裝修佬扔破破破 現在剩下兩三塊 人家還說要扔 那當然不肯 那兩塊未必是最漂亮 但再扔就沒有了 所以可能是這樣 今天香港的人 開始說我們要保留一些古建築 保留一些文物 所以我们有说英网要去保留 但是英网也是一个政府的产业 究竟如果这些古建筑物落在私人产业又如何呢 究竟问题又在哪里呢 幸好中区警署一直以来都被警察押着,不离开 如果早点离开,可能中区警署今天都没有 为什么呢?因为中区警署的中环 中环是快地都叫做地王的 其实中环拆了的政府建筑物都不知多少 以前的海事处,今天变成了维德港墙 以前邮政局就卖了给汇德峰 很多这些中环贵重的地皮就已经卖了去做商业的发展 幸好今天仍然是有大家,社会都意识到就是说 这些极之罕有的,不只是一间建筑 是一个建筑群,是有十几栋的建筑 可以留下来,让大家有历史的建筑 当然啦,如果我们说你应不应该保留傾市 大家就举手,但是如果有人问 如果你自己拥有了一块地,或者拥有了一间屋 要你保留 保留了,你就不能拆掉一间屋 你就不能再发展 你就白白看到旁边左右那些一早已经拆掉一间屋 发展到那些几十层高的大厦 找了几亿,你就看着别人找了那些几亿 你自己就抱着旧古董,不可以重建的时候 到时,又是否有一个矛盾 我当然是说你要保留你的房子 但如果那房子是我的 我要去想是否保留的时候 我就要看,我是犧牲了我自己的一个发展的权利 那谁赔回我呢? 就是你们每个都丢了你们的东西 我就不丢了,现在你就要我不准丢了 还要旁边左右,以前丢了那些东西 建了高楼,赚了钱的那些 还说你那里应该要保留 你不应该要重建 那当然啦,如果我重建了,我就遮住你的境 你当然不准我重建 但这件事是否公平呢? 我不是一个保护古籍的专家 但是 在我做的工作里面,我都拆了不知多少古籍 很多人以为浅水湾酒店的那些东西是古籍 但是其实不是的 是假的 舊的浅水湾酒店已经拆了 那发展商发觉拆了 好像有点可惜 因为以前是很简单的 你要重建就是把旧的东西拆掉 然后就建了新的 所以当时 我们做浅水湾酒店的时候 是将一个旧的酒店 其实抄了这些图 就起了新的出来 是假的 这个是旧的湾仔巡渡会 湾仔这些区都不便宜的 所以如果有地产商也会发现 那你这里浪费了 有一间教堂在这里 如果我上面有东西在这里 那我给你一个教堂 那我上面就可以赚钱了 所以 又找我们做 那我们就 说这样啊 即是 那时候都是一个湾仔地标 所以 唯有是这样吧 产生了它 建一块东西在上面 这块是假的 先顶着 这间就八十年的楼了 开始 就是香港人对于这个古迹的意识 就开始着重 所以呢 又有个客人就说要重建这里 一入了一份职要拆楼 那些政府官员就立刻来了 哇 你要拆这间楼 说不好啊 是古迹来的 就是很有历史价值的 那 就想说这块东西没得起了 但是就说 然后就 古迹古迹就说 那你也有办法的 那你呢 就只需要 将这间楼 请香港大学的学生 即是黄华生的学生 给他们一些钱 那就画出来拍一些照片 保留一套图就当你保留了 那我当时就说 那需要找黄华生的学生 或者我也会画 如果是这样 所以我自己画了 就省了十万元 那 就画了 那些图 就交给这个政府 好 接着呢 就可以松开了 就可以起过了 那原来 保护古迹的其中一个方法呢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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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他画一张图 拍一些照片 那就保护了 那这个又是一个保护的方法 那所以 如果我们是要说希望 一些私人的土地 要去 令到他有 保护的 有因呢 那我觉得 你是要 赔偿到 那个損失了的一个发展权 那有很多方法可以做的 就 政府和你买一块地 那 那或者赔钱给你 那 或者 政府要你 拿了你的块地 那不给钱你了 在地上给那块地 那或者一样东西叫做地积比率转移 就是说你那个建筑潜力 可以在另一个地盘 可以 就是 那 我们认为 就是说应该按个别的个案 特殊情况去处理的 那 看看有些例子 这个 雷生春 雷生春 就是九巴的后人 很好 刚才那个 旧的建筑物就是中巴的后人 所以就画一张图 拍一张照片 就算了 喜过 那 这个 这个 九巴的后人 就说 我也想留下 我自己的过去一个 就是 起码家族的一个历史的建筑 那我就不发展了 我也不用你陪 不过 你要我整天维修这些东西很贵 不如我给你了 那 就连一间楼 连维修 要的钱 就麻烦政府 跟我背起 他 那或者 就好像这个金堂帝 那样 就政府和他整个买起了 那 就是 政府买起了 就保留了 那 但是这两个方法 是不是真的容易走得通呢 有没有发展商 真的好像雷生春 那样闊路 就整块帝 整个楼 就给了政府 或者政府又可以 帮人买多少呢 政府 买人家的楼 是买人家的楼 现有的价值 还是买人家的楼 发展了之后的潜力呢 如果政府发展了之后的潜力 那多多都不够买 除非就是说 这些当铺、堂楼 旁边有个地盘 刚好是可以建楼的 那将可以这个的发展潜力 它就可以留下 然后将它可以建的倍数 就倒去旁边的地盘 这个就是湾仔事件局的一个方法 那中环街市又如何呢 如果要保留中环街市 中环街市 已经不是第一间 原来中环街市之前 是这样的 那如果我们要保留中环街市的时候 又如何呢 中环街市又是在中环 又是叫做地王 又是贵地 那建筑师学会 就做过一个调查 就问一下建筑师 你认为中环街市 应该如何发展呢 那我们给了很多个去选择的 一个就是拆掉它 建过了 另外就是留一幅墙 建十五倍 一个留一幅墙 建八倍 一个就是在上面建 建十五倍 一个在上面建八倍 一个就是什么都不建 建筑师都很合理的 所以大部份的建筑师都觉得应该保留 但是也不应该影响地盘的发展潜力 所以大部份的建筑师都在这两个之间去选择 当然也有建筑师是选择完全保留 其中一个例子 就是大家在这个城市看到的 就是半岛酒店 它这个做法就是既可保留旧建筑 仍然就是不影响建筑物的发展潜力 而最后再一个总结 就是说 当我们讲民物保育的时候 我们不只是讲一个建筑物 当我们要保留一个建筑物的时候 可能也牵涉到其他的影响 是我们讲一条街 我们讲一个区的保育 所以民物保育 应该就要结合规划的政策 还有今天政府 保育仍然未有一个整体的策略方向 究竟什么是文物 什么应该保 什么是不保 我们是否只是保留建筑物 还是有一些文化特征的东西 我们应该保留 或者一些集体记忆 今天大家在座的集体记忆 就是英王 不应该拆的 无论英王 英王虽然是有建筑的价值 但是就算英王没有建筑的价值 我们也觉得英王是不应该拆 因为这是一个集体记忆 但是我们的集体记忆 是否等于 刚才那些不是英王 走来来举手 反对那些人的集体记忆 我认住他 什么应该不留 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意见 究竟是政府 应该有社区的参与 就是利东街的居民 经过一个社区参与的过程 他们也找到一个方案 就是说既可保留旧的利东街 但是仍然可以有发展 这个不是不可能的 还有当然就是说 究竟大家有某一个态度 有一个共同参与的态度 究竟有多少人认识什么 什么叫古建筑呢 有多少人真的知道 原来旧建筑有这个价值 知道中环街市 湾仔街市有什么建筑价值 知道英王有什么建筑价值 不是每个人都知道的 你今天不来也不会知道 所以我们也觉得建筑师 也有一个责任 是去让大家认识旧建筑 然后大家可以共同参与 大家可以给予意见 什么应该保留 这个是 戴上另一顶帽 就要戴上建筑师学会的帽子 就是我们也希望 藉着这个保育 是有一个 做到一个大家 一个可持续发展的都市环境 也希望政府 可以制定到一些 适合的文物教育政策 和优化旧区更新设计 两方面 如果大家有高官在座 就请大家帮我们反映 因为我们知道英王有很多高官 就说到这里 多谢 谢谢 那我们的文化保育马拉松 就到现在 大家都健在 没有人需要去 场边自利 那我想问一下 我们 主办单位 我们还有没有时间 去接受问题 那我们说可以接受 三个问题 有三分钟 好 几个问题 那我想请了 林世仁学长 不好意思 那或者可以接受 几个问题 我想刚才听了这么多 很好的意见 那对于英王 校舍的保育 值不值得成为估值 我想每一个 作为英王的毕业生 或者是在校的同学 甚至是 校长教师 都会有很深切的体会 后面那位学长 我80年毕业的 那是 想问跟默 王华生 学长 如果要做个孤职之后 所以很多限制 那俺 escono 可以先将校都调整整 然后我们到100周年很多 我相信如果做一個二十年計劃當然沒有問題 因為這個問題已經是下一代去處理的了 因為你二十年已經是另一代人了 其實為什麼林舍玲這樣問大家呢 我相信會帶出一件事就是文物 究竟什麼叫文物的定義如何處理那個呢 其實大家的想法 可能一般人的想法和政府現在的定義有很大的分別 如果在一些外國的地方 譬如在澳洲那樣 在一些歷史文物來說 它是另外有一套條例去處理的 譬如另外一些建築物條例 就不會說這個又不合走火 又不合相殘人士 沒有這種問題 因為根本它整套的法例已經非常成熟 我相信如果你… 我覺得真的要整理它正式是一個文物來說 如果等二十年 希望這個法例已經成熟 到時候我們準備到這樣… 它的法例又可以合適 我們不妨真的可以做文物的 謝謝 謝謝黃學長 哪位還有提問呢 你好 郭榮學長 你好… 我是1983年畢業的 我也是一歲入Kings的 剛才三位港姐說了 其實可能剛才… 我不是問問題 我可能提回一些評論 就是有一種例子 可能三位港姐也沒有說過 是…有說過 但可能不是很… 帶到一些外國歐洲的例子 其實… 可能不只是好像林四年所說 去分1922年的 reserve restoration 或者是… 普傳回現在我們見到Kings的 re-restoration 是一種例子 叫做re-realization 是可以加了一些新建築 仍然整個東西看起來 是一個好的產品 當然就不是現在的次數 其實… 如果三位港姐能夠帶到 一些歐洲… 一些新的例子 是看到人家加了一些好錢 或者建築進去 一些舊標題裡面 可能因為在座 很多人都不是讀建築的 所以是可以讓他們看得到 其實那塊東西是可以這樣的 那第二件事 其實我有一個評論 就是… 其實建築… 我自己讀建築 就是建築師 建築師 可能不只是建築師 因為建築 其實… 可能你這樣看 就是一個… 很簡單的一個physical building 在這裡 但剛才吳永俊 剛才師兄所說 就是… 建築可能不只是 跟一個physical的東西有關 跟文化有關 最現存的例子就是… 假如我現在讀了一本卡夫卡小說 我在布拉格行 我仍然找得回裡面的東西 但我讀了一本障礙的小說 我去千書班 我找不回那件事 那文化是被閹割了 那這樣東西… 是非常重要的 那就是難保呢 我們不會傾史… 將來有一個… 可能拿諾貝爾文學獎的作家 寫一些關於傾史的東西 而現在傾史拆掉的時候 你走回去那個西 你是找不回那個文化的 很感謝 兩位嘉賓有甚麼回應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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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真的跟大家說建築,也需要很多時間,當然有很多的保育 譬如說,舉個例,羅浮宮,一個華人很出名的建築師,貝律銘 他在羅浮宮面前挖了一個地爐,上面放了一個金字塔 他也是把舊建築加了一個新的生命 但仍然大家都發覺是很協調,這也是一個例子 另外一件事,我忘了我想說,不如黃華生說 我想想你說什麼 其實剛才這位學長提出,在建築方面有很多事情可以做到 你可以加一些新的建築,跟一個舊的建築來配合 但是呢,如果我們說保育的問題,如果你在聯合國那些什麼協助 什麼章程來講呢,它是要求你的建築盡量保存不發展 就是不要動它,這樣才能夠拿到聯合國那些保育的獎 就是有一點點分別的 譬如,貝律銘做羅浮宮這樣 雖然這麼出名,他也拿不到那個獎 因為已經改變了 因為問題就是有改變和沒有改變的分別 我記得我想說什麼了 劉國明帶出了一點,我記得香港有一條叫孫中山文物勁 孫中山在這個中上環生活 有些地方就說以前在黃隱讀過 現在又爭論究竟那一棵古蹟牆有沒有以前的古蹟 然後又爭論孫中山究竟有沒有在那裡讀過 或者港區警署又說那個監倉 其實孫中山究竟有沒有住過 很多爭議在這裏 但是有一個可惜的就是當大家走到孫中山文物勁的時候 可能你是對著燈柱看著地下一個牌 就說孫中山曾經在前面這間7-11 以前 那裏就是上學位做過什麼 其實都很痛苦的 我們的城市發展就是說 很多時候我們又有些歷史要回憶 又帶人走一條路 但是你看著那些東西 你又要想別的東西 你才想到當時的歷史故事 這個也是香港這個獨有環境吊詭的地方 那就交代一下 相信現在很多在校的同學 你們現在不會有什麼特別的問題 因為我想我們幾位好像你們這麼年輕的時候 都不會有很多這方面的疑問 但是今天聽了之後 很希望你們在20年之後 可能你在這個講台裡 你會帶給我們很多更加有豐富的資料 那這位同學就說我說得不對了 那他就有一個… 不好意思 可能浪費了一個寶貴的問題 或者可能阻礙了一點時間 剛才我聽吳榮信學長或者先生說過 文化保育是會跟發展潛力所有的比較 對比和處處的 我想問一下 我想問一下英國書院 現時看到有什麼發展潛力 可以和文化保育的一個衝突 是的 好的 謝謝 對不起 主席我回答 好嗎 是不是有一個工作可以看得到 可以做 建築師 就是… 首先就要想 就是我們說發展潛力 當然每一個地盤 它自己本身都有一個發展的潛力 是不是 就是說 英王今天四層樓高的建築物 是否可以拆卸 變成一間更大的、更高的學校 10層高的學校呢 是否可以變成20層和黃隱媽鋪呢 絕對是可以的 但是問題就是說 這個土地自己本身有一個可能的發展潛力呢 對哪一個有好處呢 因為如果你說是一塊私人的土地 就是… 如果是這位同學怎麼稱呼啊 是… 是… 叫什麼名字啊 是… 是… 林同學 是… 是… 這位林同學如果真是… 就是… 擁有一塊土地 就是… 好東西 大地主 那… 那… 你現在的土地上面只是一宗三層樓的建築物 但是你原來拆了這間三層樓的建築物 可以建成20多層高的… 可以有幾十個單位給你去賣錢的 那時候就是… 你這個… 但是你這間房子就… 全世界都指著你 告訴你 你不要拆啊 好東西來的 那… 就是告訴你 林同學 你不要賺啊 那些錢 你那些錢你不要要啊 好東西來的 那你那開始就有一個矛盾 就是… 哇…你一個一個就說我的東西是好東西 當然啦 那些錢不是你的嘛 那… 那… 但是… 所以你作為一個地主 你就有一個這樣的矛盾 就是… 我是否要拆卸了這間建築物 去賺我的錢 那… 還是我要去保留 這個大家都覺得好的建築物呢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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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英國書院啦 最多樓下給你做學校 樓上做住宅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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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英國不是被… 法例上作為一個古建築呢 那… 那… 那…… 是有可能發生的 因為這個地主是誰? 這個地主是香港政府 香港政府也有一個權力 去將這個土地發展 但是當然那個發展的意圖 絕對沒有一個一般的發展商那麼高 因為你還不打獲他嗎? 如果政府真的這麼想 你有公眾的意見 所以分在這裡 當是一塊政府土地的時候 它的矛盾是比較小的 但是當在私人發展的時候 那個矛盾是會大的 多謝各位同學的問題 會長 我當會計 我對一些錢、數目指 比較敏感 我經常對文化沒有什麼認識 但是我有時候 經常想這樣想 有時候我們會不會有一支走火 我們會看到一些人 就說 哈利活道 那一棵牆 那棵大榕樹 他都說 很棒 一定要保留 但是我想如果真的 李嘉誠買了 譬如說 找你們來設計 你可能會很論盡 不知道怎麼搞 譬如說 如果我們一做很新式的建築物 有一幅牆 留在那裡 有一棵大榕樹 那會不會很奇怪呢? 我覺得 我自己覺得 是一個 to what extent 的問題 你保育那裡 那或者 聽兩位學長 答一答問題 謝謝 英往好像沒有什麼大榕樹 最多是有科 那個什麼? fake tree 無花果樹 那麼 病病地又好了 之類 那麼 這個問題就會小一點 是不是 那麼 其實 我想如果你說 其實我也不太明白你的問題 會長的問題 就是說 你什麼都說留的時候 會不會阻礙了一個發展呢? 會不會 究竟 喂 你舊東西都說古董 我家裡已經小了 那樣東西又說要留下來 那樣東西又說不要丟 對嗎? 那怎麼擺到一些新的東西呢? 會阻礙著曬 阻擋 大佬也能夾到腳 對吧? 就是這樣解 其實這件事就是 為什麼真的要問建築師 或者專業人士 所以他們才有工作 如果你問吳永帥 他都拆了這麼多 你叫他弄 他一定會弄到一些東西 但是怎麼弄他不會告訴你 因為你還沒聘請他 我覺得 會長問這個問題 是在問一個叫做價值觀的問題 就是說 當你要發展 其實永遠都在兩極裡拉腳 一個叫做保育 一個叫做發展 而不同的人 可能在這兩個極端裡面 站在不同的點那裡 就算香港的市民 香港我們整個社會裡面的訴求 其實我們也看到有一個轉變 其實過去大家對於所謂保育 那些什麼 是沒有一個這樣的意識 保護海港是不會存在的 但是你會看到 今天也有一些聲音 就是在保育那邊 開始那個叫做光譜 就多了人在保護那裡 去定出一個立場 那如果你問多少 哪一個位才是對的呢 我相信沒有人會答到的 這個問題 其實好看那個社會的取態 當區居民的取態 可能利東街有些人說 你快點來收了我的房子 收了我的代錢走 有些人就說不是 就是這些東西 我整個社區的網絡都沒有了 那你要看一下每一個地區 他自己本身的那些人 然後每一個都是一個設計的題目 對於建築師來講 我們經常都說建築師是什麼 是一個廚師來的 你告訴我你吃什麼 我就和你煮得最好 那如果你這個project 是要保留坡樹 要保留牆 又要設計到一個建築物 那這樣就做了 那建築師也都極難 就是說當有一個要求 而建築師就說 不行啊 你剷了一棵樹 我才會建築 如果不是不做 其實那個最重要就是說 那個地盤本身有什麼要求 這個地盤的要求 就應該就是說 當政府 或者是他經過一個諮詢之後 當區的人 或者是一些政策部門的一個共識 就是告訴建築師 我現在想吃什麼東西 那我們就煮了 謝謝 謝謝 似乎文化保育 究竟是一個金礦 代表我們很多 靈感很多利益 還是會令到社會 要為它作出很多犧牲呢 似乎這個討論 永遠都不會完 我們希望今天的討論 都代表很多大家 有些思考的材料 那我們再給一些掌聲 三位嘉賓 多謝大家 其實這份文字我本手編輯的 編輯了什麼時候很開心 為什麼有幾個字要寫出來 就是 有時候政府建築物上 且可以保留 倘著古建築 落在私人手上 要保留又談何容易呢 看回那些同事 有些同事就是 娜沙仔 有些同事就是 英華仔 他們很唏噓 我又很開心 梁瑋健也知道了 始終這是一個大問題 這個是 我們也有些舊生 可不可以將 將英王變成一個古建築 而慶祝八十周年 我覺得也有談何容易 譬如價值觀問題 這個是 好了 現在就一個較為容易的時刻 為什麼我們要多謝 就是這樣掌聲不足夠 我們請校長為我們 頒發一些紀念品 首先請吳永迅 我們大家都是學長 一起就是 沒有分任何界別 好 接著是 黃華新博士 好 謝謝 接著是 阿錫玲走了 那就或者文彪 請文彪接受 這個是 紀念品 另外呢 就有 兩樣宣佈 第一樣東西 就請大家 3月16號來噴夢場 因為 小弟會做主持 哈哈哈哈 當然不是聽我說話 主要一點就是 我們有幾位學長 是為了說說文化、人生等等的事情 相當精彩 那麼 另一個 大家肚餓 會長叫我宣佈 一會兒哪有興趣吃飯 有興趣吃飯 那些有興趣 一起去金沙海鮮酒家 就在哪裏呢 一直走過去 轉了彎 在聖保樂醫院對面就是 那要花錢呢 就好像聽我說要錢 是吧 要錢 要錢 即是 如果是舊生日二百元一位 是不是 嘉賓 不知道怎樣 此時後 那你可以 即是不同身份去的 好嗎 那麼 好 多謝大家 3月16號見大家 亦都希望在3月18號 在我們母校 Games day那天 早點去 有open day 早上有open day 下午是game day 大家一起見面 好嗎 多謝 多謝 一請